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视频就带大家来看看它对于普通消费者还有没有意义 因为用户数量的问题 应用生态几乎还是老样子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微软拿出了UWP通用软件这个大招 真正做到一次开发 全平台试用 不仅是PC 手机 Xbox 甚至是HoloLens和Service Hub都同样试用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为了统一全平台 就需要一个方案来匹配众多设备 过去那种全景式的交互开发难度较大 汉堡菜单的加入和UI风格的改变 降低了开发难度 并解决了通用的交互 如此一来的好处就是用户体验更加同意 但坏处就是不再那么个性 Winx Mobile软件质量差是导致用户并力灭绝的一大主要原因 微博 微信 QQ常用的这些视角应用 仅能勉强满足基本需求 视频客户端能达得出手的就只有搜狐 爱奇艺这些基于UWP版本的软件 其他基本上都是温凤八时代留下来的僵尸软件 能不能用都得打个问号 日文游戏就更不用提了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 凡是叫得上名字来的日文游戏 想都不要想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的只有神苗汤王 汤姆猫 这些爷爷辈的软件 这也是很多评测里面在讲Lumia游戏性能的时候 千篇一遇的只有矿野飙车 因为实在没得选 很尴尬 整个温室Mobile的生态 除了少数微软出品的精品之外 能拿出手的寥寥无几 大部分都停止了更新 与之前温凤八一样 常用的都有 但大多数都与跟不上时代的潮流 即便是最出色的应用 也存在一些小问题 但如果个个都有小问题 那就是大问题 造成的用户体验是不可忽视的 如果说安卓与iOS的生态差距 用90分和100分来形容的话 那么Windows平台只有50分 在这个时代 显然微软已经失去了追的资本 让一个Moto360的配置来跑温10 该慢的还是会慢 但并不会卡顿无响应死机 非常接近老的iOS设备 因为这套配置跑不起来的应用 基本都还没上架 衣服日常基本足够了 从微凤7到今天的温10Mobile 微软用6年的时间来完善自己的移动平台 在功能补齐的同时 有得必有失 温凤诞生的时候 虽然大家对Metro UI褒贬不一 但无可否认 其超前的理念和很多新特性 对今后的行业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所以Metro UI这套思路 还是被外界认可的 但正是这套立足之本 在温10Mobile上被削减了大半 过去那种生来就有利于 大屏单手操作的交互 对汉堡菜单取代 很多按钮也被放在 拇指购不到的地方 在文凤7文凤8上 大屏和单手是可以共存的 为了统一全平台 降低开发难度 全部推倒重来就成了现在的样子 是一种有得有失的改变 微软说这是调研之后用户的选择 从温10大一桶的角度来看 这个改变是一种进化 而从艺术性和单手操作的 便利性的角度来讲 无疑是一种退化 说完不好的 我们再来说说好的 设置界面是温10Mobile的一大亮点 已经非常好用 比起之前的设置菜单 几乎已经挑不出什么毛病 另外像天气 小纳和Edge浏览器 都是一批非常好用的原生应用 所有数据都可以在云端进行同步 保证您的手机端和电脑端的数据是同步的 不论你是重装系统还是换手机 这些个人数据都会在云端保存 非常类似苹果的iCloud 但说到数据同步 照片和视频的备份 我必须要吐槽 OneDrive原本是我非常喜欢 也是非常依赖的一个功能 后来微软更改了OneDrive的免费存储空间 从最多30G塑建到现在的5G 之前微软可是说好了终身免费的 这就直接导致我需要转移大量的照片和文档 让我不得不使用第三方的云盘 后来第三方的云盘就马上倒闭了 最后再来说说Office办公套件 Office对于办公的重要性无需多言 但现阶段已经不再是Lumia的独享优势 无论是安卓还是iOS上都找得到 甚至还成为很多安卓厂商的预装软件 现在真的是连亲爹都不疼了 就现在来看 Mission Mobile系统级别的功能已经相当完善 可以说除了第三方应用的溃防 其他方面均获得了脱胎换骨般的升级 这次微软真的是做到了统一的Windows体验 非常类似iOS与Mac OS的关系 但似乎一切都来得太迟了 除非微软有改变生死的能力 否则移动平台基本上可以说已经被微软玩死了 这几年Lumia用户几乎变厉灭绝 在每年数以亿计的手机销量里 稀有程度不下于大群猫 微软自己也基本放弃了治疗 现在微软的态度非常明确 与其花大力气自己闯一片天 还不如直接在别人的地盘上开花结果 收益高 见效快 真是硬了那句广告 一片 仅过去五片 高盖片 水果味 由于现阶段 智能手机的差异化更多的是体验在软件层面 微软能给你的即使远不止一台Lumia手机 更多有价值的其实是微软自家的软件服务 让我被坑了三年 一只期盼的幸福并没有到来 既然当不上主力机 那做个替补显然就没有那么多要求 恐怕这也是现在购买Lumia唯一的理由了 只是诺基亚走得太可惜了 如果诺基亚还活着 在这千篇决定的手机市场上 诺基亚能给我们交出怎样的工业设计呢 或许Winds Mobile的未来 是属于那个尚不成熟的containment模式吧 或者是Surface Phone 或许Winds Mobile的未来 是属于那个尚不成熟的containment模式吧 或者是Surface Phone